我们在香港的酒楼 我们叫鱼翁 是龙胆鱼 龙胆大石板 所以我这个招牌 我也拿这个鱼来做竹打 所以我的招牌就会放鱼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Chef Boon 我是鱼翁海鲜汤的创办人 我们的店开在丹曼竹龙 101 用杏鱼 我们主打的是龙胆大石板 海鲜龙汤 我们这边的招牌菜是 龙胆大石板 鱼头汤 还有一个是 Premium seafood soup 跟泡饭 龙胆大石板的 第一样是它的鱼头汤 鱼头汤的话 我们是拿龙胆鱼的头 还有它的belly 所以我们大火熬了那个汤 所以它的汤会特别的好 它的胶原蛋白会特别的多 所以它的汤都非常的浓郁 我们这个汤的话 我们汤底要大火熬超过5个小时 到那个汤变成奶白色 之后呢 我们拿了第一轮汤 第二轮汤呢 我们会拿来煮这个鱼头 大概要10到15分钟 因为必须要足够的时间 它的胶质跟它的骨头才会 才会出来 所以当你们喝到这个汤周啊 你们的嘴巴会有一点绵绵的感觉 它的胶质非常的好 第二样菜是我们的招牌 我们的Premium seafood soup 这个汤里面有虾婆 有袋子 有鲍鱼 还有龙胆鱼票跟虾 喇喇 这个汤它的特别之处是 有很多的海鲜熬制这个汤 它的汤特别的鲜特别的浓 第三样是我们的泡饭 蛮多年轻人都很喜欢 因为我们的泡饭跟外面有所不同 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浓汤 来煮这个泡饭 所以它的汤头 当你喝下去的时候呢 非常的鲜甜 我爸爸也是做F&B的 我爸爸是他在那些咖啡店 然后我哥哥 两个哥哥也是做F&B的 所以全家人都做 我也被感染了 我来自马来西亚 楼逢 居兰 嘎汉一克小村 我17岁开始 我就从没有读书了 来就来到新加坡开始 做F&B到现在 大概有20年了 一开始我来新加坡的时候 我是在咖啡店 然后第二份就是在长皮海鲜 然后我在里面的话 就开始鲨鱼做学徒 之后我又有去阿易海鲜 然后同乐 莆典 一些酒楼 开始做我的厨师生涯 然后让我最难忘的是 前几年我有参加一个 新加坡中厨协会 也很荣幸地有代表这个协会 我们有出国比赛 也拿到蛮不错的一些成绩 这个比赛总共有拿过三个冠军 想自己出来创业 然后把一些不一样的美食 然后分享给大家 一方面也是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话生意也会蛮难做 刚好到疫情开放了 我就有打算自己出来做 我早上大概七点多我就会起来 然后我就会去巴刹 选购一些蔬菜 然后大概八点多我就会到档口 到档口之后我就会准备一些新鲜的鱼 然后我要切鱼跟准备食材 还有开始熬我的汤 所以我这个汤大概要熬五个小时左右 所以我需要这么早来 大概然后之后十一点 十一点的话我们就开始营业 我们的防茫时间大概是从十二点到两点 过了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再继续的再准备晚上的食物 然后一直到大概六点到九点这个防茫时间 比较慢下来了我们就开始准备晚上的东西咯 就是比如说收工啊 然后整理那些明天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大概十一点之后 我就会回家稍微休息一个一个小时 十二点的话我就会去Julong Park 然后去买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海鲜 我在这边坐了大概两个月 有遇到以前的一些客户 这么巧你也在这边 所以他们也非常的支持我 也是经常会过来 还有些客人就会吃了我的汤之后 觉得跟外面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也会介绍朋友过来这边 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当客人拿着那碗汤 他坐下来 他一滴一口 一尝的那个汤 他点头的那一餐 那个就是一天再累了也值得 我想谢谢一些 进入来支持我的客人 然后还有些新的朋友 如果有你们想试一下 特别的海鲜浓汤 可以来我的鱼王海鲜汤 来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